女生穿短裤短裙逛街 就怕有心人动外脑筋偷拍 简单自保法你一定要知道 女生搭手扶梯的时候 最好是侧身站 站的时候压低裙摆比较安全 侧身站压低裙摆 简单两个动作 不管是上下手扶梯 都能避免被人偷拍 至于很多人习惯的站法 有心人一旦从后面偷拍 女生很难注意到 而万一要捡东西避免走光 记得顾前也要顾后 三个步骤 先挡胸压臀再挽腰 很多人关卖场推手推车 习惯用推的 但其实你可以改用拉的 在后面制造一个安全距离 避免曝光也避免有心人抗太近 关卖场防偷拍 可以利用手推车 只要转个方向往后用拉的 四方想靠近没那么容易 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也要小心坐的时候 最好双脚撬着 再拿包包把裙摆压住 搭车时坐也要注意 撬脚用包包盖住大腿 避免这样的位置 也能避免走光 要是在公共场合遇到偷拍狼 几方也提供四招自保 呵斥求救 报警 反搜证 假装镇定 然后拿出你自己的手机 反搜证的部分 那当然也可以吃喝他 几方强调一旦遇上色狼 还是要确保自己安全无语 才能反搜证 千万不可激怒对方 避免造成其他伤害 这六球美如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